第四题 蓝牙的新跑道和2016年奥运田径跑道一样 在阳光下都是蓝色的 是因为跑道的材质序略下跃哪一种特性 我们晓得我们会看到蓝色 就是因为蓝色的光进到眼睛 而蓝色的光会进到眼睛 第一是物体发出蓝色的光 第二是物体反射出蓝色的光 那么跑道不会发光 所以它不是发出蓝色的光 而是它吸收其他的光线 而只反射蓝光 而使蓝光进到我们的眼睛 我们看到它是蓝色 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 在阳光下都是蓝色的 是因为跑道的材质具有下列何种特性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反射蓝光